十年前轻轻踏上 十年后稳稳站住 落水瓷记服务中心 台上演的是强正当时 真实故事 这回忆历历在目 那时候就鼓励他们 用打麻将的双手来做环保 那他们现在呢 几乎是用他们的双手来做慈祭 我今天看见他一下 我就想哭 因为对我们汉王的子宫比 父母亲对我们这些还要关心 还要爱 那我们实际的教育呢 十年再相聚 菩提已成零 就轻轻地踏上了我们这片受灾的主地 第一个人是世界 我们是切走变工师 给了我们债权人们呵护的爱 从九一年进入到中国二十多年 怎么从一个手心向上 变成手心向下 出来付出的做志工 然后自己也成为 做不成为一个资金人 大约新闻 叶平 四川报道